連接中中島要來拚一日生何款 中華政府為了加強和台中南島的交通連結 推動三做牛牛 其中說這個大土客家正是當天 這做牛會來看過中中島 只要30分間的車丁 工程完工之後 可以來修改台一旋跟台14旋的車丟 當初電台台中市長林家龍和中華館長 為民國都告中見證 中華館長為民國跟台中市長林家龍 作為出席當頭電力 林家龍跟為民國要作為見證 這個特殊性的一項 看過中中島的大土客家正是當天 第一產開地平安 林家龍這次台中中華是一個性何款 未來對客戶的大橋跟連六島連結台14旋 本來要50分鐘 未來機要5分鐘 以前河川阻隔嘛 那橋樑很重要 所以現在我們的西尾大橋已經通了 可是要繼續延伸 透過分源我們到台14縣 那未來更便利 我們的區域聯合治理 透過交通可以遷起台中跟彰化 未來更緊密的生活圈的關係 吳雲國表示管政府拿出三橫三縱三鐵三橋 三橋包括中南路 近北棟路跟河米町三座大土客家 中南路大土客家完成後 中華鄉親要去武峰太平台立 各國土三河黑立交流到頂地都會很方便 三人三種三鐵三橋 剛好三座的大杜西的西橋 我們第一座的水尾大橋 現在已經施工完成 那最後彰化端的部分 我們已經爭取到將近兩億 然後把這個彰化端這個部分 我們要把它徵收土地 然後拓寬連結到張南路五段 這樣的話這條張南路快速道路 這個大橋馬上就要建構完成 這樣的話對我們彰化線的鄉親 要去南口的霧峰、大里、太平還有烏日交流到 就會很方便很方便 中南路大土客家總港電影響於大陸以外 一定在一百零九年七月底完工 開始就行中中島自立新華款的目標 道章新聞 中西梁君雲 蔡宏寶德